這個標應該沒問題吧 把它打開了 那這個打開的意思就是說 你會打開它 表示 你是有開發人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偷看一下你同事或你身邊的人 如果Eshare裡面有開跟沒開 真的是不同Label的使用者 有開的話 它其實是有開發區 它會寫程式 沒開的話 那顯然它還是在初階用途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我們如果要做兩個按鈕 怎麼做 一 請你先開開發人員 二的話 錄製聚集 不過錄製聚集之前的話 請各位要先彩排一下 那什麼叫彩排 就是說 你要先把你的動作呢 稍微記一下 然後呢 待會就按照那個步驟 因為錄製聚集有點像錄影一樣 你要把它錄下來 它會自己幫你把你錄的那些 那些動作 都變成程式 所以你的動作也不能做多 做多 它錄下來就多餘的程式 也不能位置那些該做的你也不能少做 因為少做呢 跑出來結果就不一樣 OK啊 所以怎麼做 1 我們特別注意啊 優標一定要在外面 1 優標點這個 1 2 我現在因為上面刪掉了 所以我點1 2 然後呢 2 優標放上面 3 打個勾 打勾之後的話輸入一個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就是第一個手機串接 第二個呢 怎麼清楚 優標一樣放在 優標從這邊放過去 點一下 它就錄一行 把優標放在1 2 然後呢 向下整個選取 記得喔 你不要用滑鼠選 因為滑鼠選的範圍會固定 那可是以後你的列數不一定固定嘛 所以記得喔 你要用什麼 Ctrl Shift 加向下 那這個 這個 多一個 它會 選的範圍就是會 選到哪裡呢 選到你現在有資料的這個範圍 Ctrl Shift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 你就把它刪掉 按一個Delete 就是清楚了 OK 所以你彩排過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開始錄製喔 做一次給你看喔 所以 這邊的話 那我先把那個我剛剛錄完的東西先刪掉 那我剛剛錄的東西喔 其實它會放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會產生一個模組 然後呢 裡面會有兩個Sub 這個跟這個 那我先把它刪掉重來好了 那我為了 這次不要重打 那我先把這個Module先移除掉 然後我重來喔 所以 理論上如果將來你們開啟Visual Basic 你裡面會是像這樣黑白的 沒有東西 那如果要錄製的話 我們就是 1 錄製劇 2 你先彩排過之後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輸入 我叫手機號碼串接好了喔 這個名稱不見得要這麼長喔 你可以自己喔 這個輸入你想要的名稱 按個確定 不過記得按確定之後呢 你等一下做任何動作 它都幫你記錄下來了 確定 1 有不要放這邊 他就幫你錄一行 不過應該是Ranch 1 4 點Slater 第1行 那第2行的話呢 就是 把公式丟進去 所以 記得喔 油標放上面 打勾就好了 你原來的東西不要刪掉 因為我們只是要把那個公式 錄進去而已 所以你也不要沒事 你重新做一遍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你太浪費時間了吧 你就原來有就好了 錄進去就可以啦 所以 這也是一種訣竅啦 一般書裡面好像要這樣有重打喔 因為做一次那不是 而且很容易 很容易做錯啦 你有的就保留喔 打勾 OK 然後呢再來呢 1 放這邊 2 放這邊 3 打勾 4的話呢 就點兩下 這邊喔 向下填滿 特別之外 之前有同學 都向下拉 不要向下拉 因為 這個地方空點點兩下 就是向下自動全部填滿 所以 點兩下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反正底下有幾列 他就停在幾列 但如果你用向下拉的 你停在哪裡 以後就停在哪裡 但如果你資料變多 變少 他不會 不會改 所以用空點 比較OK 比較彈性 OK 這差異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雖然動作好像差別 好像沒什麼 但就是關鍵 所以有的人做對做錯 其實就差在那個關鍵點 好 做完了 四個動作而已喔 不多不少 四個動作 停止錄製 第一個做完了 好 第二個動作就清除 所以清除一樣 優標先放外面 任何個地方 因為等一下你要點 你不能優標先放這裡喔 先放這裡再點 不行 一定要先放外面 好 然後在 錄製劇 第二個是 叫做什麼呢 叫做手機號碼這邊改個清除好了 我就這邊 清除 好按確定就開始了喔 所以確定 第一個動作 放這邊 跟剛剛一樣 第二個動作 不用 放上面打勾了 你就直接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就完成了 所以清除只有三個動作 1放上面 2Ctrl Shift向下 3Delete 好 那就把它停止錄製 其他多餘的動作 都不要做 特別之外 這個也是技巧 有天不會喔 錄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下一次跑 怎麼又不一樣 怎麼又不一樣 出一些錯誤 好 完成之後的話呢 這個我先把按鈕先拿掉 這個不要 你們可能 那我怎麼去把剛剛的東西確認是不是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按下聚集 這邊 裡面的話 就會有個手機串接 執行他就可以 有了 再按這邊 去清除 清除 OK了 那表示你錄成功了 但是 你會發現 如果從這邊執行有點麻煩 因為每次都按這邊 在執行 那如果有些人不會的話 他找不到 所以最好的方法 旁邊加按鈕 那怎麼加按鈕 待會再看 其實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按鈕 有沒有 把它加上去就可以 不過 你們先試試看 錄製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 第一個 請你先彩排一下 只有四個動作 那個四個步驟的話 如果你實在 不太清楚的話 哇 其實在第26頁 也有那個 查看VBA程式 並加上註解 那你會發現註解 我有單引號開頭的 前面有123 這個步驟你也可以照著做